而脫蜜治療就可以令敏感得到根治 若果医生认为患者适合进行治疗 可以选择免疫疗法作为脫蜜治疗 而所用的过蜜原疫苗 是根据患者的敏感测试结果而配置的 注射过蜜原疫苗之后,疫苗抗原会进入APC APC会进入淋巴系统,然后活化TH0细胞 从而产生调节型T细胞,即是TV细胞 TV细胞可以抑制TH2细胞 同时,TV细胞也会引发起TH1细胞的增长 另外,当TV细胞和B细胞结合之后 会分泌出细胞激素IL10以及TGFβ 这样就可以激发到B细胞产生IgG4 IgG4有抵抗抗原的能力 它可以阻止敏感抗原和附在肥大细胞表面的IgE结合 经过一段治疗时间之后 TH1细胞明显比TH2细胞多 患者对过敏源的敏感反应日益减少 从而令到敏感症状得到根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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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